斗魄 指无上之境 第618集 都是斗仙 甚至还有比斗仙更强 萧嫣完全正着了 如今才八星斗地的他 怎么敢去逆反这样一个庞大之物 强大的超乎了他的想象 以自己这实力 恐怕说是蝼蚁都是大的 尘埃都不如 萧嫣此刻一头黑线 回忆老者看着萧嫣的模样 也被斗得轻轻一笑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 这样的战斗并非你们那种 势力之间的小争小斗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筹备 你呢也有很多时间去成长 所以你也不必心急 借空既然选择了你 你也许会成为我们斗地大陆 唯一能够走出去的斗地 成为斗仙 而你要知道 仅仅斗仙 也不足以支撑这场战斗 所以你未来的路还有很长呢 回忆老者跟萧嫣慢慢地诉说 萧嫣依旧是一头黑线 老者这话说起来倒是轻松 可这斗仙 哪是说突破就能突破的 乃至更高的斗神 那都是萧嫣想都不敢去想的存在 就算一帆风顺 自己也要何年何月才能走到那般程度啊 前辈 这 我 哎 萧嫣直接吞吐的不知该怎么说了 不是他没有雄心壮志 可这目标也太过庞大了 自己有几斤几两 萧嫣心里还是清楚的 总不能痴人说梦 萧嫣本以为眼下丹殿这一战 恐怕会是他经历的最惨烈的一战 可没想到丹殿一战还没有开打 更难地早就等待着他了 小子 你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当然 我也能理解你 这关乎重大 路途还长 我那只是将此事告知于你 你放心 在这斗地大路之上 以后我都会保你无碍 不过 你也别太过依赖 对你来说并不是件好事 好了 该说的我也说的差不多了 那我该走了 灰衣老者安慰萧嫣 说完之后 身形便要散去 前辈 万辈 还不值前辈尊惠 萧炎见四周的幻境 也在迅速散去 急忙询问 不巧啊 我也姓萧 叫我 无天便可 走了 小子 你自己好自为之 没事 别叫我 灰衣老者说完 身影便完全消失 周围的幻境 也全部烟消云散 恢复了现实中的场景 也姓萧 萧无天 萧炎脸上的表情 已经不能用复杂来形容了 又吃惊又惊异 忽然感觉自己身负重任 不过他生性向来好强 对于他来说 只要活着 无论什么 他都敢往前一探 就从未写过畏惧二字 因为这样 他才叫萧炎 哎 小子 我的全名可不是随便叫的 注意礼貌 咳咳咳咳 忽然 一道悠悠的声音 传入萧炎的耳中 萧炎吓得 立刻表情严肃 急忙点点头 脸上带着苦笑 心中暗道 这老头不知是何等强悍的实力 给他许下了 斗地大陆无碍 那说明斗地大陆中 他说第一 没人敢说第二 可以说是 至强 也许天葬王 也是了解 萧炎这样的 性格 包括这借空的意识 也看中了 萧炎的倔强不屈 敢冲敢闯的性子 坚韧的意志力 以及一股 不服输的斗志 也因为这等等 一系列原因 萧炎才走到了 如今这般程度 无论如何 我也要去搏一搏 毕竟斗地大陆 也算我第二个家 不过 除外先得安内 丹殿 不灭你我 萧府也难存 既然轮回不止 那就我们生 而你去死吧 萧炎甩了甩头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哪一步 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帮助斗地大陆 萧无天说了 时间还长 萧炎也不必着急 修炼这等事 也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 需要时间不断地奠定 一点一滴地累积 欲速则不达 而丹殿威胁到的 并非只是萧炎一人 而是萧府上下所有人 包括萧炎的亲人 这是萧炎的逆临 绝对不允许 所以萧炎一定要先灭丹殿 萧炎此刻从幻境出来之后 还看见天空有数道雷霆闪烁 隐约间 看见几道身影在空中交错 雷声很快便停歇了 看样子萧炎在幻境中 也待了不少时间 几人的缔结已经快要结束了 萧炎扫尸了一下 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受伤 青木儿龙翼风暴孝战 身上全部都散发出了 七星斗地的实力 天空中的雷云渐渐散去 四人虽然没有受伤 不过看样子也是筋疲力竭 青木儿轻出一口气 转头看了看 忽然看见了下方的萧炎 一看见萧炎 青木儿脸上 立刻泛起灿烂的笑容 直接飞奔了过来 小骗子 你回来了 人家好想你啊 青木儿一下子扑到了 萧炎的怀里 萧炎正了正 脸上旋即浮现出 幸福的笑容 青木儿抱着萧炎就不肯放开 弄得萧炎满脸通红 干咳了两事 妮子 这么多人看着呢 差不多得了 萧府上下 大眼瞪小眼的都看着半空之中 扑入萧炎怀中的青木儿 不怪萧炎尴尬 连他们看见 都觉得这脸上发烫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搂搂抱抱 青浩然在下方 那也是一头黑线 青木儿低头一看 萧府外 果真是站满了人 并且目光都汇聚在了 他们二人身上 青木儿尴尬的笑了笑 俏皮地吐了下舌头 兴兴然地放开了萧炎 一双眼眸笑弯了 变成一对月牙 萧炎看着青木儿 可爱的模样 也是摇了摇头 微微一笑 伸手柔顺地摸了摸 青木儿的小脑袋 不错嘛 妮子 都突破七星了 也算是 破而破利 萧炎自然感受到了 青木儿体内的斗气 比起之前六星巅峰 七星 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并且不仅仅只是 青木儿一人突破 此时 孝战 龙翼 紫影 以及风暴 都朝着萧炎飞了过来 看见萧炎 恭敬地抱拳心力 萧少 孝战和风暴龙翼 身上的伤势 全部都好了 身上揭散发出 七星斗地的实力 这次大家的实力 都得到了极大的精进 如今使用团队斗技 以萧炎八星中期的实力 也许可以得到 更好的强化 虽然还不至于到 八星后期 至少以萧炎的战力 再加上团队斗技 与八星后期一战 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爹爹 你没事吧 龙翼倒是有些焦急 打量着萧炎 萧炎见龙翼的模样 拍了拍他的肩膀 爹爹好着呢 放心吧 倒是你身体里面的毒素 都完全排出来了吗 萧炎见龙翼如此关心他 心里又多了分感动 便笑着回答龙翼 心里反倒有些担心龙翼 鬼隐的毒 如今已经导致 南尔明肉身腐烂 还好及时挽救了 南尔明的魂魄 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才帮助南尔明 捡回来一条性命 萧炎可不想 这样的悲剧在龙翼的身上发生 那毒素的强悍 萧炎也算是见识过了 就算有一丝残留毒素 都是极大的危害 放心吧爹爹 我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 身体里半点毒素都没有 我也都是七星斗地了呢 龙翼憨笑着 说到自己突破七星之时 脸上还挂着一丝小激动 不错 不过得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们先下去吧 去大厅里面细说 萧炎笑了笑 不过脸上 轩机又变得严肃和认真起来 虽然大家的实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可这次面对的敌人 可不是什么小兵小卒 那是扎根于斗地大陆已久的丹殿 别说是萧府 就算斗地大陆几个顶尖的势力 面对丹殿 那也是逃不了好果子吃的 几人纷纷点了点头 慢慢从半空中飞了下来 在萧氏一族的簇拥下 笑颜几人走进了大厅之中 而萧府上下原本充满了畏惧战争的死期 仿佛在萧炎的强势突破 以及萧战他们等人的缔结之下 早已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的一种通仇敌忾 一种势如破竹的决心 这便是军心 萧炎的回归 仿佛给萧府带来一颗跳动着一腔热血的心脏 直接激起了萧府上下所有人的斗志 辅主如今究竟什么实力了 感觉好像很强的样子 我听闻啊 辅主刚突破七星巅峰不久 不过看样子 辅主好像又突破了 啊 又突破了 我的天哪 我们这个主子简直就是妖孽呀 辅主来到斗地大陆的时间 恐怕还不及我们百分之一 如今竟然早已走到了我们前面 并且连续地突破 难不成辅主突破到了八星斗地 嗯 我觉得很有可能 刚才呀 我注意到了魔皇他们几人的表情 那就一个丰富啊 脸色更是变来变去 兴许我们辅主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我们无法企及的程度了 连魔皇都这样吃惊 我看呢 辅主八成已经到了八星了 八星斗地 哎哟 如果辅主真的突破到八星斗地 我们萧府若是战胜丹殿 即身进入聚西城最强势力 恐怕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了 是啊 之前我们还以为辅主听阵脱逃不回来了呢 看来真是我们多虑了 我们这辅主 当真是霸气 看样子 我们与丹殿一战 并非毫无胜算 哼 丹大成的老二 也不过七星斗地而已 就算他们丹殿实力再雄厚 可我们萧府 那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无非就是仗着有钱 请一些高手而已 可我们辅主背后暗藏的势力 那也不差 哎哎 好了好了 不要议论了 都去筹备战事吧 恐怕要不了多久 这场战斗 就要打响咯 萧府上下 都在议论这场战事 不过整个萧府 都对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 每当谈论起萧炎 眼中都充满了自豪与骄傲 清木尔等四人也接连突破七星 无疑是一剂剂强心剂 真真打入萧府上下 所有人的心中 对于战争 军心士气有时候 甚至会影响整个战局 此刻萧炎倒没有时间 理会这些议论 现在必须马上安排备战 几人纷纷走进了大厅 以及清浩然他们 也都全部跟着走进了萧府的大厅 萧炎虽然突破到了八星中旗 但他依旧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能够取得这场与丹殿战斗的胜利 毕竟丹殿 无论财力实力还是各方面 都比萧府要强上太多 萧炎很明白 一个人的强大 并不是真正的强大 战争不是个人战斗 而是成千上万人的战场 所以萧炎必须想办法 提升自己战队的实力才行 萧府沸腾了许久 人们才渐渐散去 而在萧府之外 黑暗之中 几道黑影闪过 他们眼中带着惊异 不好了 看来这萧府府主 似乎也得到了什么大造化 得急忙通知店主才行啊 是啊 刚才那气势太强了 还有后面的地结 应该是七星地结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是萧府中辅主的得力助手都突破了 之前我看见的是四刀身影 难不成四人同时突破到了七星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萧府这辅主形势向来神秘 而且更是摸不清其底蕴 定然不知道使用了什么秘法 将他们等人实力强行突破 大事不妙啊 撤 现在赶紧回去 禀报店主 几道黑影相互对话 虚余之后便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隐隐约约间可以看见衣裳上面 写着一个金灿灿的单字 这几人自然便是单店 安插在萧府周边的密探 萧府的大厅之内 清木儿孝战龙翼风暴子影 以及清浩然二长老 还有萧府上下所有核心人物 这次也是萧府首次以来 召集了所有萧府核心人物商讨战士 萧府与单店一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在萧炎回来之前 萧府上下更是军心动乱 萧炎如今也必须迅速地主持大局 安排接下来的事宜 萧炎从未想过 将自身的安危寄托于三皇 这本就不是他的性格 你们五人闭关 是否知晓府里出事了 萧炎第一眼 看向了正是闭关突破的清木儿 以及孝战风暴和龙翼子影五人 这段时间估计他们都在忙着修炼 府里的风吹草动也自然不了解 所以得先告知他们五人才行 不出萧炎所料 五人皆是对视了一眼 见萧炎表情严肃 自然也猜到了 萧府定然是出了什么大事情 神色都异常严肃起来 认真地看着萧炎 萧少 出了什么事情了 萧战耐不住性子 开口发问 丹爹 向我萧府宣战了 萧炎扫视了他们四人 表情认真而严肃 说完之后 四人都分别露出了 先是惊异 然后愤怒的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